是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些漫画跟公仔就知道了 五斗米靠腰2 非常的精彩 那么看过五斗米靠腰1的呢 我想大家就千万不能够错过五斗米靠腰2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必有二嘛 那这个看过了员工新生 必须要知道老板心里想什么 相信在你的职场上 在你工作的这个领域上 绝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的 当然最重要跟工作无关的 就是我觉得跟生活是有密切的相关联 就是其实生活就是需要一些趣味 需要一些快乐 我相信各位走进爆米花剧场 果头这次为各位做安排的这一部戏 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这中间呢 我相信这个爆米花剧场的这个 五斗米靠腰2 老板不愿意透露的事情 绝对能够给你带来跟part1 完全不一样的快乐 尤其中间有一场这个梦境 身份互换这个搞穿越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意外 非常的惊喜 老的桥段带给你新的快乐 然后里面在最后也有一些 小小的让人感动 在不同的角色互换之后 不同的身份会带给你 这个完全不同的烦恼 当然也会有这个不同 对我们观众朋友不同立场的一种 这种体验 非常值得大家的省思 欢迎大家一起花很便宜的一张票钱 然后来达到一个CP值非常高的一种剧场享受 果头剧场爆米花 五斗米靠腰2 知老板不愿意透露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会完全的给你透露 我